強力水柱沖一遍 全車上泡沫洗得清潔溜溜 很多人都會送洗愛車 不過在高雄卻有民眾 在佐音知名百貨公司 停車場內的汽車美容店洗車 竟然花了八千元 質疑被坑錢 那太瘦了 八千 要貴啦 打蠟好像也要幾千塊而已 我好像也差不多五六千塊而已 一般的啦 女子破文表示 有先問店員洗一次 加打蠟要多少錢 店員說八千塊 女子嚇到當下想拒絕 不過店員已經先弄乾淨一小塊 擋風玻璃跟引擎蓋了 根本沒有辦法說不 只好硬著頭皮付款 最後牽車時檢查 發現護照鏡竟然有水漬 記者實際詢問 被指控收費貴的業者 報價八千的部分 因為客人當天他可能做的服務裡面 有一些鍍膜類的跟美容類的 所以他價格會比較高 洗車他有分等級 精緻洗車是一千八 跟客人介紹 做個效果給客人看 業者否認打蠟洗車收八千 其他汽車美容業者也說 花八千元都能鍍膜了 房間的行情價比較親民 對一般的洗車沒有打蠟的話 是一千多塊 含打蠟大概就兩千多塊 到三千塊 八千塊在我們行業之間 大概可以做小美容 至大美容的 其實不只高雄 台北的百貨公司 汽車美容洗車收費也被嫌貴 你這樣就單吃的話是3280 太貴了啦 單吃的話是2880 休旅車的話會加400塊 逛百貨想順便洗車 竟然要花四到八千 車主大嘆吃不消 不想花冤枉錢 嚇毀業者動手之前 最好先仔細問清楚價格 下一位新聞張哲瑜會實在搞什麼的